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,徐书豪四月为影音平台南下拍摄记录短片,并将这些收音创作成新歌,第一站选择到嘉义体验在地生活,他在高跟鞋教堂前录制表演片段时,突然被一位老爷爷乱入,让一旁的工作人员傻眼,后来才发现原来老爷爷以为徐书豪是街头艺人,打算投钱给他, 却迟迟找不到打赏箱,导致拍摄一度中断,徐书豪趁住收播和声音之余,也大胆肥美的鲜河,原本只打算吃一颗肠味道,但现场的清河嫂热情替他清洗一大盆腺采鲜河,他边吃边笑说,也太补了吧。 徐书豪更透露,在不待于市场收音时,每个摊贩阿姨都喊他帅哥,让他爽乎,没啤叫过这么多次帅哥。 这次三天二夜嘉义之旅让徐书豪印象深刻,学生时期我曾经在嘉义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,这里对我来说就像是第二个故乡,所以当我知道拍摄的主题是寻找记忆中的声音时,第一个念头就是嘉义。 下一站将仪师高雄继续收音,徐书豪所到之处,频频被喊帅哥,上行娱乐提供,徐书豪在不待于市场收音,上行娱乐提供。